撈雨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事情一定要做 就是我要把空派發錢 我會把空派發錢做 我要認真 今天要帶你們去 公坑人民旅夜市 我DG有說我很會撈雨 然後今天要讓你們見證一下 我撈雨的實力 我會來這個夜市是因為 我有一個哥哥 他就是在擺那種撈雨的攤販 然後我都只找他撈 他們家的那個水池比較乾淨 他有在蠻多高雄都有擺雨攤的 但是這次隔夜市的話 是因為我沒有來過 看到蠻多人說 這邊很多好吃的東西 就決定 來一探酥雞一下 然後等一下說 麵線糊很好吃 然後什麼蔥肉 然後還有香酥雞跟QQ蛋 如果有那個水果攤位 我也會定下來 我很喜歡吃水果 我是水果公主 我是水果公主 我現在 國中有芭樂公主的紅號 因為我就是 晚餐只吃芭樂 然後不吃其他東西 胡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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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還蠻熟的耶 要喝門茶 要嗎 要喝水果茶耶 你看 沒有 有個旗子 我們去那個水果茶 水果茶 我都還沒喝到飲料 太多人了吧 因為網路上人家很像說 它的那個萊姆石柳茶 這個是萊姆石柳茶 這個是萊姆石柳茶 然後它有沒有百香果的爆漿 我這個人就是對那種 野果啊 韓天柱的那種味道 這是水果茶 好可愛喔 它那個真的爆漿耶 它真的是百香果的味道 其實我覺得它不太像珍珠 它比較像韓國的 韓天 韓天的那種感覺 石柳 其實我不太敢喝石柳 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沒有師傅 沒有師傅 你有沒有看到比較像水果茶 古早味麵線根 欸 麵線根有從古早味來現代的嗎 然後沒有 因為我很少吃麵線根 可是因為裡面有香菜嘛 翅膀有香菜 因為我個人是蠻愛香菜的 所以芹菜 香菜 蔥 那些我都吃了 綜合煎 有朋友會講台語 很難 台語很難 綜合煎的台語怎麼會講 綜合煎 這個是老闆招待 反正說他沒有在這個夜市看過那麼可愛的部分 沒有啦 那等一下我被揍 阿翔今天心情很好 然後招待我一下 阿翔 這個綜合煎也太大了 我覺得是大胃王特期嗎 好好吃耶 它的外邊比較脆 有點像蛋皮 蛋香然後有點焦焦的 煮包蛋那種偏偏 恰恰的那種感覺 老闆很愛心臭豆腐 這個醬很好吃耶 這個醬很好吃耶 以前我們都吃完這個醬 為什麼不醬耶 它是不難得可以接受的 這個醬 就是跟那個 鳳梨麵線有的一樣 鳳梨麵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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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梨知名麵線店 就是味道不香上下 它那個水果茶 不是說它是那個爆漿生抽嗎 怎麼講到變好的新東西了 就是它很像水晶爆漿 它就是這樣 我們就要看鳳梨這樣 然後吃起來就有點這樣一個味道 鳳梨麵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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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那間 就是那間 那間 它遙遠的哥哥嗎 你去找他 嗨 哥哥 我是撈魚真的很強 對啊 蠻厲害的 那有沒有在你的拍賣TOP3 前TOP3裡面 有 有沒有 有 我沒有賠儡你 讓你們看一下我撈魚的實力 不然你們都覺得我在捕爛 撈魚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事情一定要做 就是我要把他放下 我會把他放下 我會把他放下 我要認真 先裝水 試試看 那今天手感好不好 老五十實力呢 還靠手感好不好 沒有 有時候那個還是要手感問題 就是我很長 所以說等一下 那剛才過一下子 那個哥哥就會幫我很大 水泡 因為這個魚會跳出來 有點微 有點微 目前是這樣子 一隻 實力派的就是這樣子也是可以撈 有 我想換 換第二隻 第二隻 先把他第一隻的量先放回去 這隻很棒 這隻很棒 這隻隻 那他現在把我網子用破 嚇我跳 你再幫我看看 不好意思 你這次就不夠微笑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 兩隻花撈一桶了啦 這第二隻還沒吃 大姊姊你可以來撈一桶 來撈一桶 你設立魚啊 破掉了 兩隻 這真的只有兩隻 兩隻的成果對不對 兩隻 兩隻撈這樣子 快把他撈完了 今天那天我覺得 我個人是蠻滿意的 因為我距離上一次 撈一桶 沒有退步太多 我撈一桶很厲害 這是我的戶業耶 拜託 他把它倒回去的那一刻 應該蠻驚人 滿了 瞬間滿了 瞬間就填滿了 我今天應該可以 封住大家的嘴巴了 大家可以來撈 直撈 不帶回去 下半已經可以吃了嗎 下半一個椅子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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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